这起发生在半年前的真实案件 曾经震惊全世界 受害人和凶手的身份都很不简单 出身民没有钱 还有着国家级别的社会地位 过着这世上99%的人冒昧以求的生活 所以后来 为了防止凶手的家人乍签贿赂陪审团 有正义人士提前在网络上 公布了10名陪审团成员的资料 以此来警告他们不许寻死亡法 先来看一段拍摄于2023年 11月9日的监控 监控记录的地点 是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一家名为Bud餐厅 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餐厅 坐落在这个城市最繁华 和最重要的地段 他紧邻利斯卡尔顿酒店 对面就是政府大楼 国家领导人办公的地方 平常来餐厅用餐的人 不是本国的权贵 就是外国政要 出现在监控画面中的男女 一位是曾掌管国家经济命脉的 哈萨克斯坦前国民经济部部长 也是餐厅的主人 另一位是他的太太 夫妻俩似乎正在闹矛盾 先后走到餐厅后门 前部长太太一脸不悦 紧靠墙角 前部长一只手夹着香烟 另一只手对妻子支支点点 嘴里不停地说着威胁的话语 强势充满攻击性 他突然丢掉香烟 两只手撕撕摁住妻子的头 强迫他正是自己 前部长太太没有反抗 眼里显满恐惧 此时是凌晨一点左右 六个小时后 餐厅里面的监控再次拍到他们时 前部长像疯了一样家暴妻子 他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 一脚又一脚踢向妻子的臀部 腹部和胸口 然后再抓住妻子的头发 拖进其中一间跪避房 可怜的前部长太太 从那一刻起消失在监控镜头里 再也没有出现 当晚的监控也被删得一干二净 大家好 我是胡探长 欢迎收看行政夜话 前部长拉着太太进入贵宾房 十个小时后的晚上八点 哈国的报警总台 接到报餐厅负责人的报警电话 说自己的嫂子莫名其妙 暴毙在贵宾房里 请他们过去帮忙 是的餐厅负责人 正是前部长的表弟 而餐厅的幕后老板 则是他的母亲 警方负责人听闻消息 急得脑门直冒汗 因为他先前接到过上级通知 说这晚 俄罗斯大帝可能会清临霸餐厅 跟他们的总统一起用餐 安保人员早已悄悄就位 在这几个眼上 突放命案太不是时候了 分不清是巧合 还是一场大阴谋即将来临 他们火速赶到现场展开调查 前部长解释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一晚妻子跟他闹别扭 喝了不少酒 后来醉酒摔倒在贵宾房的洗手间里 头部撞到马桶失去意识 他不好意思惊动其他人 于是直接把妻子抱到包房的桌子上睡觉 以为他很快会醒来 期间听到妻子在大喊 感觉有点不对劲 但当时实在太困了 他一下睡着了 睡了几个小时后 前部长起身想邀请妻子 叫他一起回家 却发现妻子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赶紧喊来表弟帮忙 两人尝试各种方法无果后 决定通知警方 调查人员来到出事的贵宾房检查 发现里面凌乱不堪 前部长太太的衣物扔得到处都是 桌上摆放着许多空的酒瓶和酒杯 地板上一落一块已经摔坏的女表 还有一些珠宝首饰发卡等等 窗帘上面有几处红色的屋子 像是红酒 又像是血迹 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 洗手间的门上有个拳头大小的破洞 边缘上留有一些明显的血迹 根据以上发现 他们迅速得出结论 贵宾房里曾发生某种程度的暴力事件 继续勘察发现 前部长太太躺在沙发上 被一条毛毯包裹 脸部肿胀到无法辨认 血迹斑斑 身体摸起来冰凉 没有脉步 肉眼可见 非正常死亡 而且死亡有段时间了 所以前部长和他的表弟被带往警局 接受审问 现在先来认识一下前部长太太 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前部长太太可不是普通人 无论是长相还是家事背景都无可挑剔 他的全名叫萨勒塔内特努克诺瓦 1992年5月15日 出生在哈国一个具有钱的大家族 爷爷是成功商人 生了十个孩子 十个孩子都很有出息 其中一个叔叔是周长 他的父亲是企业家 母亲是经济学家 在英国读完大学后 萨勒塔内特回国进入某家银行工作 可能是朝九晚五的工作让他感到窒息 也可能是太喜欢钻研占星术了 上班没几个月 萨勒塔内特便辞职当起占卜师 很快一战成名 客户们认为他预测得很准 无数人排队也要找他占卜 高峰时期 想见他至少得提前两个月一月 就这样萨勒塔内特 突然成了哈国炙手可热的占卜师 而他的成名不幸引来一个人的关注 这个人便是前部长库万达克 毕师谋巴耶夫·库文达克 出生于1980年4月 经济学博士 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 家中长子 习夫是议会代表 习母在哈国拥有多家大型企业 他自己曾担任哈国总统助理 2016年 年仅36岁就出任哈国国民经济部部长 是该国最年轻的高级官员之一 风光无限 但好景不长 上任仅仅八个月 便爆出贪污腐败的仇闻 最终父母强强联手 也没能保住他的仕途 不但被解雇 还被提起公诉 喜提十年有期徒刑 然而以库万达克的江湖地位 是不可能做十年老的 只不过一年便活得假释 认识萨勒塔内特前 他已经结过两次婚 第一次婚姻只维持了五年 生下一个儿子 第二段婚姻维持十四年 又生了三个孩子 2020年 女方申请离婚 离婚两年后的2022年5月 前部长先通过网络联系萨勒塔内特 表达了想要找他占卜和交朋友的意愿 遭到萨勒塔内特的拒绝 拒绝的理由是他不接受男性预约 只给女人占卜 于是 前部长借用了一位女性朋友的资源 成功约上萨勒塔内特 最终 两人在某家高档餐厅见了第一名 前部长是立刻被眼前的媒人 尼得神魂颠倒 但萨勒塔内特对他没有半点兴趣 首先他有一个交往三年的男朋友 虽然两人正在闹分手 其次前部长比他大12岁 他嫌对方老 还有这个男人结过两次婚 有四个孩子 一嫁过去就得当四个孩子的后马 压力删打 然而不管他如何拒绝 前部长说什么都不放弃 每天不停地发送一些浪漫的诗歌 时不时邀请他看演唱会 又请他和他的闺蜜外出旅行 甚至屡次拜访他奶奶 请求老太太做主 把孙女嫁给他 当时的库万达克 虽然已经从经济部长的位置上 退了下来 但在哈国的影响力依然巨大 据说是哈国排名前十的重要人物 所以 这样一个有钱有食又有能力的男子 仰慕你费尽心思讨好你 只为赢得你的芳心 跟你在一起 在铁石心肠的女人估计都难以抗拒 萨勒塔那特也一样 他很快投进前部长的怀抱 并不顾父母的反对 在认识仅半年后的2022年12月16日 跟这个男人 举办了一场奢华盛大的婚礼 向全国公开他们的关系 当时的两人只能算是世事夫妻 因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 婚礼过后的第一个月 相处甜蜜 但凡有人问起 萨勒塔那特必定告诉他们 自己非常幸运 找到一生的挚爱 库安达克是个接近完美的男人 谦谦君子 知识渊博 第二个月 夫妻俩去了摩尔代夫都蜜月 萨勒塔那特开始留意到 丈夫有强烈的控制月 喜欢吃醋 脾气好像也不小 但那时两人依旧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 他没有在意 紧接着库安达克要求妻子停止工作 在家当全职太太 再接着一些不好的言论陆续传来 例如前部长嚣张跋扈 对待下属像个暴君 还有在任职经济部长的时候 贪污受贿 金额高达200万美元等等 萨勒塔那特无比震惊 但库安达克解释 自己年纪轻轻坐上这么高的职位 不狠一点 压不住下面的人 而关于贪污仪式 他说是政治迫害 所以总统后来特赦了他 婚后第三个月 哥哥突然收到 萨勒塔那特发来的几张自拍照 照片中的他脸上不满可怕的欲情 两个眼眶是黑的 哥哥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妹妹被妹夫家爆了 所以立刻打开手机 查找妹妹的手机定位 然后不顾一切 开车冲到库安达克的豪宅 准备把人接走 可当他来到妹妹妹夫家时 并没有看到妹妹的身影 只有一脸不悦的库安达克骂他 快点滚蛋 不要掺和自己家的家事 萨勒塔那特的哥哥 怎么都没想到 打完人的妹夫竟然是这种态度 气得一拳昏了过去 两个男人很快扭打在一起 打完架 库安达克依旧不肯说出妻子的下落 哥哥知道他的父母住同一栋楼 于是跑过去找老人主持公道 结果在库安达克的父母家 见到了伤痕累累的萨勒塔那特 不过那些伤不是新生 看上去已经存在一两周了 哥哥不理解 为什么萨勒塔那特挨打后 不第一时间告诉家人 不逃离一只才结婚几个月 以前那个敢爱敢恨 个性张扬的妹妹好像死了 只留下一副半死不活的曲强 哥哥心痛坏了 拉着妹妹就要走 没想到萨勒塔那特用力甩开她的手 还求到哥哥 别报警我没事 哥哥骂她是不是疯了 还是受到威胁 都被打成这样了 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萨勒塔那特失魂落魄地说了句我爱她 哥哥听完静呆了 默默转身离开 然后掏出手机联系心理医生 找房屋中介 她要把妹妹藏在一个库安达克 找不到的地方 平静地接受心理治疗 她绝不允许别人伤害自己 唯一的妹妹 哥哥不知道的是 她上门抢人的这个举动 给萨勒塔那特带来巨大的灾难 得知妻子竟敢把家丑歪养 库安达克又一次对她施暴 逼她脱掉衣服 拍下一组全裸的恶心视频 并威胁说 如果她再向万人透露有关家暴的事 就把视频内容公开 毁掉她的声誉 从那以后 萨勒塔那特再也没给哥哥发过受伤照 而且开始刻意跟家人朋友保持距离 她怕别人看到她身上的伤 怕家人找库安达克麻烦 这种忍辱负重的生活 一过就是大半年 这半年多时间里 父母和哥哥无数次 劝萨勒塔那特离婚 回娘家生活 但她好像被洗脑了一样 一句都听不进去 甚至幻想通过生孩子 来改变库安达克的个性 不过医生说她压力太大 很难怀孕 婚后第十一个月 是2023年11月8号 那天很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们 联系上萨勒塔那特 送给她几张演唱会的门票 邀请她出来聚一聚 可自打结婚后 库安达克就不允许她晚上一个人外出了 加上这场演唱会的音乐家 是库安达克最喜欢的音乐家之一 所以她必须叫上丈夫一起出门 当晚 朋友们见到萨勒塔那特是特别吃惊 因为她的变化太大了 华丽的衣着掩饰不住她脸上的卷容 身体也十分虚弱 瘦得像纸片人 进入音乐厅后 库安达克当着所有人的面 亲吻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而且不向妻子介绍女孩的身份 音乐会开场后 她又跟这个女孩一起消失了40分钟 萨勒塔那特已经猜到丈夫肯定在跟女孩偷情 但无可奈何 于是 库治向朋友诉说了被家暴和威胁的事 还提到库安达克同时出轨几个女人 朋友们一边安慰她 一边劝她勇敢离开这个渣男 音乐会还没结束 偷情回来的库安达克 看到哭哭啼啼的妻子 感到很丢脸 于是强行拉她离开音乐会 留下一脸错愕的朋友们 有监控拍到 走出音乐厅后 夫妻俩一起去了报餐厅吃宵夜 吃完饭两人发生激烈的争吵 看得出来 萨勒塔那特不想再认了 也许是朋友劝她的话起了作用 也可能是库安达克当着她的面偷窃 刺痛了她的神经 她直接摊牌坚持要离婚 凌晨十二点半 萨勒塔那特给哥哥发去信息 说一切结束了 现在打得去哥哥家 可冲到街上等车时 库安达克却追过来 拉住她不让她走 导致两人在餐厅的后门 僵持了半个多小时 虽然这段视频听不到声音 但凭画面不难猜到 这位前部长 落狠狠地 威胁和警告了她那弱小的妻子 之后库安达克 本来是想强行将妻子带回家的 但餐厅保安见她醉得很厉害 不肯把车钥匙交出来 又打电话通知了餐厅负责人 也就是库安达克的表弟 那时表弟已经回家 没有第一时间过来处理 于是夫妻俩在餐厅的包房里 将就了一晚 库安达克继续喝了很多很多酒 第二天早上七点刚过 底下什么都没穿 只包了一件外套的萨拉塔奈特 再次走出餐厅 想打了回家 库安达克又追了出来 逼他回到餐厅里面 然后他突然把妻子 推到监控死角 又踢又踹 萨拉塔奈特无力反抗 痛苦地蜷缩在地板上 此时餐厅虽然没有营业 但有几名在场的工作人员 目睹了这一切 他们没有上前阻拦 也不敢报警 只是打电话通知老板 但表弟似乎很害怕 库安达克还是没有过去 于是毫无顾忌的库安达克 先在走廊狠狠地 扇了妻子几个耳光 再抓着他的头发 把他拖进其中一间包房 继续试包 期间 萨拉塔奈特 称丈夫不注意逃进洗手间 结果 疯狂地库安达克 砸坏洗手间的门 冲进去对他一顿圈打脚踢 在洗手间待了50分钟后 库安达克来到外面的吧台 拿了一大瓶酒 再回到包房继续折磨其次 包房里面没有手机 但库安达克用自己的手机 记录下了当时发生的事 调查人员后来在他的手机上 找到12段他自己录制的视频 全都是在殴打羞辱 逼扑妻子承认出轨某夫伤的内容 画面残忍到警方不敢对外公开 萨拉塔奈特 是被这位前部长活活打死的 中间他昏死过去很多次 每次醒来 都会遭到丈夫更加猛烈的攻击 上午10点整 时报三个小时后 库安达克亲自给表弟打去电话 让他拿条毯子过来 表弟终于回来了 看到包房里面一片混乱 血迹斑斑 嫂子全身赤弱 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他什么都不敢问 按照表哥的吩咐 把毛毯盖在萨拉塔奈特身上 后来他谎称当时没有看到 嫂子身上有伤 库安达克说妻子喝醉了 让他好好睡上一觉 然后他走出去跟表弟一起 吃了个早餐 下午两点半 生死未捕的妻子还在包房躺着 库安达克发信息嘱咐表弟 立刻把餐厅的监控视频给删了 删完视频 又让表弟拿着妻子的手机 到外面晃一圈 他有点担心 萨拉塔奈特的哥哥会通过手机定位 找来餐厅 接下来是下午的三点半 该死的库安达克 竟然约了一个情人到餐厅吃饭 情人走后的晚上七点 他又给一个小姐发了几条条情信息 然后才不慌不忙地联合表弟报警 再假惺惺地告诉警察 妻子因罪就摔死了 可实验结果显示 萨拉塔奈特体内只有少量的酒精 还有他不是摔死的 是被打死的 脑部大量出血 身体就像被小车碾过一样 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 案发当晚 库安达克和他的表弟一同被警方逮捕 网络上突然流出大量照片 网民开始讨论这起案件 此时萨拉塔奈特的哥哥才得知 妹妹已经出事 他们全家瞬间崩溃 被捕后的库安达克 还以为删除了餐厅的监控 就不会有人知道 他对妻子干的那些坏事 谁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法律也制裁不了他 所以居然胆大包天的要求 在网络直播审判过程 也就是说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庭审内容 这样的审判方式在哈国还是首例 他是万万没料到 警方最终恢复了监控内容 揭穿他所有的谎言 但他一点都不怕 因为有无耻的家人在后面支持他 动用庞大的势力 找人找关系疏通 花钱收买记者诬蔑萨拉塔纳特出轨在先 激怒他在后 甚至连萨拉塔纳特一家 也被他们恶意中生 到最后又四处散播谣言 说库万达克不是凶手 这是一场政治迫害 有人不想他上位 所以栽赃陷害 但哈国的民众不买账 发动舆论攻势 监督法院判案 2023年5月13日 案发半年后 陪审团裁定库万达克的谋杀罪名成立 法官判了他24年有期徒刑 他的表弟也因包庇和提供虚假口供 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 不知道这位前部长还能不能像上次那样 风头一过 罪名全校 可能有很多人会说 娘家那么有实力 为什么萨拉塔纳特被家暴了还不离开 非要拖到最后被丈夫打死 是指是从认识到结婚到被杀 总共也就一年多时间 从小生活幸福 又没见过父母吵架的萨拉塔纳特 需要点时间反应 还有库万达克是个政治家 最擅长操纵人心 更别提他在哈国有权有势 想逃脱他的魔爪哪有那么容易 这不 萨拉塔纳特才刚起了离婚的念头 就被杀了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我是胡探长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留下一个关注再走 咱们下期再见